第11章 信息时代自然经济中的道德与犯罪 腐败现象远比人们以前想象的要普遍和广泛 腐败的证据随处可见 主要在发展中国家 在工业国家中也日益高发 包括国家总统和部长在内 著名的政治人物都被指控腐败 在某种程度上 这代表了国家的私有化 但它并不像通常所说的私有化 即把国家权力转移到市场上 而是转移给了政府官员和官僚系统 委托 谈及Vito Kenzi 我们认为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解体 当代的野蛮人会越来越多地在幕后行使实权 像继承了前苏联一波的俄罗斯黑手党 其他种族犯罪团伙 前苏联党政组中的头面人物 独销以及叛逆的秘密机构 都会逐渐地制定自己的法律 他们其实已经在这么做了 而且远远超出常人理解的程度 当代野蛮人已经渗透到了民族国家的形体之中 只是没有明显地改变他的表象 他们是一群危机生虫 以这个垂死的系统为实 他们在更小的范围内使用国家级的技术手段 并且像战争中的国家一样残暴 不择手段 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权力 是政治萎缩后果的一部分 微处理技术 降低了有效使用和控制暴力的必要的团队规模 随着这场技术革命的深入 掠夺性暴力会越来越发生在中央控制之外的边缘地区 遏制暴力的方式 也将从依赖于权力的大小 转移到更加依靠效率的手段 在这场世界巨变的大戏中 民族国家内部隐蔽的犯罪活动与激增的腐败现象 将会成为重要的辅助剧情 你可能会看到 一部隐秘又险恶版的恐怖片天外魔花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 又一人体入侵者 在大多数民族国家陷入明显的崩溃之前 他们将被当代的野蛮人所控制 而就像上世纪五十年代 这不著名的B级片里所演的 野蛮人往往会精心地伪装自己 所以 未来的斗夹人不是来自太空的外星人 而是来自各种背景的罪犯 他们会担任官方职位的同时 还至少会部分地效忠于 宪法以外的某种秩序 一个时代将近时 通常都是腐败严重的时期 旧制度的约束被瓦解 社会风气也随之消散 一种新环境应运而生 而在这种环境里 身居高位的人会把公共事务 与私人犯罪结合起来 遗憾的是 你无法通过常规的信息渠道 来准确 及时地了解民族国家的衰败程度 曾经掩盖了罗马帝国消亡的 那种持续的虚构 也许是大型政治实体衰败时的典型特征 现在他正在掩饰和掩盖民族国家的崩溃 出于种种原因 你不能总是依靠新闻媒体告诉你真相 很多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保守的 因为他们代表着过去的政党 有些人则被不和适应的社会主义 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所蒙蔽 有些人因为具体的原因 不敢揭露腐败 眼看着他在一个腐朽的系统里越滚越大 其中一些人是单纯的缺乏 做这种事的勇气 另外一些是担心自己的工作 或者害怕因发生而遭到报复 当然也没有理由认为 相比意大利修路承包商 记者和编辑更不容易搞腐败 那些热衷于报道各种新闻的重要信息机构 其实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具有可靠的信息来源 其中很多人都有着其他的动机 包括为一个摇摇欲坠的系统进行鼓吹 他们会把这些动机放在为你提供真实的信息之前 他们看到的很少 说出来的更少 超越现实 随着虚拟现实和电脑游戏技术的不断进步 你甚至可以在夜间新闻报道中 订购一份你想听的虚拟新闻 想在新闻中看到自己获得了奥运会 实相全能冠军吗 没问题 它将是明天的新闻头条 你可以在你的电视或电脑上 看到任何自己想看的新闻故事 无论真的假的 比NBC或BBC现在所做的一切都要逼真 我们正在快速进入一个 由人类智慧创造的新世界 在这里 信息将完全摆脱现实的束缚 当然 这也会极大的影响你 但与我们目前的环境相比 变化程度会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小 之所以这么说 是我们看到了 信息革命的结果大都是解放性的 技术已经在超越地理距离和政治统治 政府可以设置壁垒来阻害贸易 但他们很难阻止信息的传输 在香港的任何一家餐厅 几乎每一位顾客都可以通过手机 与全世界联系在一起 1991年8月 强硬派在莫斯科发动了政变 但他们无法关停夜里亲的通讯 因为他有手机 更多信息 更少理解 当信息传递的壁垒被打破 信息将越来越多 这当然是好事 但这有什么意义 很多人会为此感到困惑 现代技术 不仅有助于把信息 从政治控制和时空障碍中解放出来 它也会提高老实判断力的价值 那种洞察力 能够从堆积如山的事实和幻象中 分辨出什么是重要的和真实的 其价值与日俱增 主要基于三个原因 现在可获得的信息是海量的 减明恶药就很重要 而减明会导致缩略 缩略会漏掉很多不熟悉的内容 当你有大量的事实要消化 有很多的电话要回复的时候 你自然希望每个相应的信息 都尽量简洁 但不幸的是 简略的信息会导致糟糕的理解 更深层 更丰富的历史文理 往往会被25秒的新闻片段给编辑掉 或者在CNN上被误传 传播一个已被广泛理解的 主题的衍生信息 比探索一种新的理解范式 要容易得多 你可以很轻松地报道 一场棒球或板球比赛的结果 但要解释棒球或板球的玩法 规则及异议就没那么简单了 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 正在破坏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大政治基础 如此一来 关于世界运行的普遍的理解范式 或隐藏的理论 比过去更容易过时 这增加了全面盖揽的重要性 而降低了个别事实的价值 因为这些事实 任何会使用信息搜索系统的人 都能轻易获得 生活中日益严重的部落化和边缘化 对对话乃至思维都产生了意志 很多人因此养成了一种习惯 对他们所掌握的事实中 明显包含的结论避而不谈 最近一项伪装成 民意调查的心理学研究表明 个别职业群体的成员 几乎是全体一直地拒绝接受 任何表明他们的收入将会减少的结论 无论该结论背后的逻辑多么严密 鉴于专业化程度的增加 为大多数专业化职业群体 所提供的大部分解释信息 都是为了迎合群体本身的利益 而对于那些可能不文明 无利可图或政治不正确的观点 他们往往不感兴趣 这是一种普遍的趋势 其中最好的例子 莫过于股获投资股市前景 一片光明的信息 这些信息基本都是由经纪公司 炮制出来的 而很少有经纪公司会告诉你 股票或股市被高估了 他们的收入就来自于交易用金 而这取决于大多数的客户 是否准备买卖 总之 你很少能听到独立的 反面的声音 由于种种原因 信息时代尚未成为理解时代 相反 公共讨论的严禁性会急剧下降 现代人所能知道的东西 是过去任何时候的祖先 都望尘莫及的 但是 几乎没有什么公共的声音 来评估事件的意义 指出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饶有兴致地观察着 媒体对报道 美国政府高层耸人听闻的 腐败事迹兴趣淡薄 特别是美国媒体 在本书当中 我们要解决的一个核心主题是 不断变化的技术和其他大政治因素 会如何改写自然经济理论 自然经济基于达尔文士的自然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结果由自然力量决定 所以有时候是不公平的 在自然经济中 有一个重要的行为链 就是生物学家所说的 干扰竞争 interference competition 会以为互设竞争 干扰竞争 干扰竞争的参与者 就像杰克·赫舒拉发所说的 会直接攻击或阻碍对手 来获得并保持对资源的控制 无论我们是多么的希望 人类的行为会遵循法律规则 和其他被强制执行的 社会游戏规则 政治经济学的说法 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许多人只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 才会按照规则行事 冲突问题的权威 赫舒拉发是这么说的 犯罪 战争和政治的 持续存在告诉我们 现实中的人类事物 在很大程度上 仍然受制于自然经济的潜在压力 换句话说 经济结果只是部分地上 教科书中所描述的 由经济理性人 和平守法的行为所决定 这些人尊重产权 另一方面是盗窃 欺诈和勒索 信息时代的抢劫 关于暴力 犯罪和政治 米歇尔 加芬克尔和斯特吉奥斯 斯卡帕达斯 米萨尔 戴Finkel & Sturgio Stapperdus 出版了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籍冲突 与侵占的政治经济学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flict and Appropriation 书中就谈到了这一点 个人和团体可以从事生产 并由此而创造财富 也可以夺取他人创造的财富 他们援引了一个 现代版干涉竞争的故事 最早由经济学人杂志报道出来 说有一个美国商人 最近来到莫斯科开设办事处 在他住的旅馆里遇到五个人 这些人带着金表 拿着手枪和他公司净资产的打印材料 他们索要他公司未来收益的7% 美国商人坐第一班飞机回了纽约 那里的歹徒还没这么老练 这个信息时代的抢劫故事 要更多的归功于新技术的进步 而不单是俄罗斯黑帮通过互联网 就可以获得受害者的财务资料 和信用报告这么简单 再说的那样 上帝曾经站在阵营更强大的一边 那么 随着暴力能够获得巨大回报的日子 一天天消失 上帝的支持也会越来越小 所以 我们将会看到相反的情况 有更多的证据表明 暴力的回报率正越来越低 这强烈的预示着 像民族国家这样的大型集团 无法再说服人们接受 其巨额的管理成本是合理的 中央权力定于一尊的能力的下降 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恐怖主义的兴起 90年代中期 在美国发生的引人注目的爆炸事件表明 就是是世界上的超级军事强国 也不能免于被攻击 暴力回报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是黑帮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及其必然后果 群带关系和政治腐败 在世界范围内的增长 他们反映出一种普遍的非道德化的氛围 在这种氛围中 国家可以进行强制 但不提供保护 那么 随着国家对暴力垄断的逐渐耗尽 新的竞争者会进入到这个领域 例如在莫斯科向美国商人 征收私税的黑帮分子 小型团体 部落 黑社会 帮派 流氓 民兵 甚至是单独的个人 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军事效能 在下一个千年的自然经济环境中 他们能行使的实权将远远超过20世纪 采用微芯片的武器 已经使暴力的平衡向防守的方向偏移 决定性的侵略不再有利可图 因此也就不太可能再发生 例如 像独次导弹这样的智能武器 就把富裕的大国 以前部署的昂贵的空中力量 相对于贫穷小国的优势给有效地抵消了 未来的信息战争 信息战争的可能性已经映入眼帘 虽然它被广泛讨论 但却少有人理解 信息战也表明 暴力的回报率越来越低 邏机炸弹可以瘫痪掉空中交通管制系统 铁路调配机制 发电机和配电网络 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和电话机电器 甚至军方自己的通信系统都会失效或被破坏 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的控制 邏机炸弹的破坏力 一点不亚于物理爆炸 而与传统炸弹不同 邏机炸弹可以被远程引爆 而且不仅是敌方政府 自由职业的程序员团体 甚至是有天赋的个人黑客 都可以引爆它 请注意 一名阿根廷少年就因多次入侵五角大楼的计算机 而于1996年被捕 虽然到目前为止 黑客们还很少以破坏性的方式 篡改计算机控制系统 但这并不是因为有真正有效的方式 可以阻止他们 当信息战真正打响的时候 参战的对手可能不只是政府 像微软这样的公司 进行信息战的能力 肯定比世界上90%的民族国家都要强 主权个人的时代 这也是我们将本书命名为主权个人的部分原因 随着战争规模的缩小 防御和保护也可以小规模的进行 因此 他们会逐渐成为私人物品 而不是公共物品 将由私人承包商基于盈利的目的来提供 这一点在北美的景物私有化中已经很明显 在美国 安保 Security Guard是增长较快的职业之一 根据预测 到2005年 私人安保的数量 将比1990年增加24%到40% 警务私有化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不过 就像安格鲁 爱尔兰人 哈米什 麦克雷 哈米什 麦克雷 哈米什 麦克雷 大师所指出的 这不可能是政府深思熟虑后决定的结果 他在2020年的世界 The World in 2020中写道 没有一个政府做出过具体的决定 要退出部分警务工作 事实上 也没有一个政府退出 是私人部门在进入 部分原因是 人们认为警察服务的失败 部分是由于其他的社会变化 总之 私人安保公司逐渐接手了很多保护工作 如针对办公大楼或购物中心内的普通平民 洛杉矶的门禁社区显示 在某种程度上 人们甚至在向中世纪的城市概念迈进 在那里 市民生活在有警卫巡逻的城墙后面 只有通过被把守的大门才能够进入 我们认为 20世纪政府的几乎所有职能 将迎来全面的私有化 警务工作只是一个前奏 因为信息技术削弱了 政府实施权力 以及为大规模组织提供物理安全的能力 而且 自然经济中 每家企业的最优规模都在下降 为了应对这一技术变革 需要大量的投资需求或机会 把中心化的脆弱系统 重新设计为分布式系统 如果不解决大规模的脆弱性 相应的系统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即使不进行设计 迟早有一天 大型官僚机构和公司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 就像连线杂志主编凯文 凯利在失控中所写的 公司最终将成为没有实体地点的虚拟公司 同时在许多地方运营 凯利看到 技术已经改变了生产过程 在把它置于集中控制之下 已经没有必要 在工业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 真正的财富都是通过把所有工序 集中在一个厂房下创造出来的 规模越大 效率越高 现在不是了 凯利预见到 未来的汽车 即新贵汽车 可能只需要十几个人 通过一家虚拟公司合作设计出来 然后就可以投入生产 在未来 规模过大不仅会适得其反 而且还很危险 大型企业总是会成为 更诱人的猎取目标 地下经济从业者都知道 避税的秘诀之谊 就是避免被发现 相比那些总部位于摩天大楼 招牌闪亮的老牌公司 这对小型的虚拟公司要容易得多 前者肯定更容易受到带着金标 手枪和公司资产 打印材料的人的注意 这些黑帮分子会像在俄罗斯一样 在全球各地 征收打着自己品牌的私人税收 各种规模的企业 都可能遭到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敲诈和勒索 敲诈勒索者的定义 就是制造威胁 然后收钱减少威胁的人 按照这个标准 政府所提供的保护 基本上都可以算作敲诈勒索 查尔斯 蒂利 自然界讨厌垄断 随着大部队 Big Battalion对暴力的垄断被打破 可以预见 首先会出现的后果 就是有组织犯罪的日益猖獗 毕竟 有组织犯罪团体 是个民族国家 进行暴力掠夺的主要竞争者 这么说可能有点不礼貌 但政治学家查尔斯 蒂利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 政府本身 具有合法性优势的典型保护网 就堪称是最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如果你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只知道有一个重要的垄断组织正在瓦解 那么你可以做出的一个最简单 最确定的预测是 最接近它的竞争对手 将获得最大的利益 因此 贩毒集团 黑包 黑手党 和各种类型的黑社会 在世界各地泛滥 并非巧合 权力系统 从俄罗斯到日本再到美国 有组织犯罪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 远远超过经济教科书上的描述 西西里人称之为System Adel Porter 即权力系统的有组织犯罪 将对经济的运行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决定作用 欧洲警察的官方报告说 包括俄罗斯和意大利黑手党 在内的国际犯罪集团 在资助近年来 蹂躏了巴尔干地区的 种族灭绝战争中 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全球其他地区 最近的内战和叛乱中 毒贩的资助也起了关键的作用 西班牙加塔罗尼亚的 国家警察缉毒队队长 胡里奥 费尔南德斯说 从1986年到1988年 西班牙80%的海洛伊 是由泰米尔蒙湖组织的游击队 与住在巴塞罗那或马德里的 巴基斯坦人合作贩运过来的 当我们逮捕这些人 并摧毁该网络之后 取而代之的是来自 土耳其的库尔德人 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完全主导了这个网络 问题是 每当新的内战或叛乱发生时 那些穷困潦倒的战斗人员 都可能会通过贩毒和清洗毒资 来资助他们的军事活动 由毒品资助的折扣 由组织犯罪集团的活动 对毒品以外的其他商品价格 造成了下行压力 在微观层面上 犯罪集团是利用犯罪企业搞到的 赃物来补贴表明上合法的企业 他们可以用低于成本的价格 销售普通商品 以此来清洗毒品利润 或其他非法资金 从而压低了合法竞争者的价格 导致很多破产 山口组与通货紧缩 势力强大的日本黑帮山口组 在1980年代末的日本房地产泡沫中 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尽管9万名山口组成员 每年的总收入在101.9亿美元 官方估计到713.5亿美元 夏腾高金教授的估计之间 但导致日本银行破产的 大量无法收回的贷款中 很大一部分都带给了 由山口组支持的交易 这导致的一个后果 就是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 日本人习惯称之为价格破坏 熟视无睹 叶利钦自己承认 俄罗斯的黑帮已经与商业组织 行政机构 内务部门 城市当局等融合到了一起 黑帮与警察融合后 商人索要的7%那么微薄 在1993年 俄罗斯发生了355500起 被官方认定为敲诈勒索的罪行 其中包括3万起有预谋的杀人案 大部分都是黑帮团队对商人的暗杀 据前内政部长维克多 叶林将军说 主要都是因为商业和金融领域的冲突 买凶杀人 而政府当局往往都熟视无睹 经济学家詹鲁卡·菲奥伦蒂尼 长洛卡·菲尔安提尼 和萨姆·佩尔茨·佛茨·斯曼 并可能激励政府改善其公共服务 一个强大的黑手党 可以制约政府当局的垄断程度 当境内存在实力强大的 有组织犯罪集团时 政府只能勉为其难地 接纳黑帮反对的政策 官匪勾结 事实上 需要看到的是 大多数政府都很少直接对抗黑帮 虽然黑帮是他们 在有组织强制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 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看 这一点也不奇怪 公共行政部门的当选者 所能成就的最有利可图的措施 就是与有组织犯罪集团达成合谋协议 菲奥伦蒂尼和佩尔茨曼指出 有证据表明 在大量的协议中 犯罪组织确保对候选人团伙的政治支持 而后者则通过在公共采购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便利 或进行补贴来回报 与好莱坞电影给人的印象相反 渗透和欺诈政府 现在是西西里黑手党及其他犯罪组织的重点工作之一 大多数学者认为 到目前为止 西西里黑手党最大的业务 恰恰是侵占不同来源的公共开支 以及针对地方 国家和欧共匹的补贴项目的欺诈 独销共和国 在大清算艺书中 我们提出过警示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被独销彻底腐蚀了 墨西哥就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例子 前墨西哥联邦副总检察长 爱德华多 瓦来 埃斯皮诺萨在辞职声明中 把墨西哥的制度说得一清二楚 任何人设计的政治项目 如果不让独贩头目 或者他们的金主分一杯羹的话 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坚持要做 你就会死瓦来表示 收受贿赂使墨西哥警察局长的收入无比丰厚 以至于有人为了得到录用 最高支付200万美元去汇选 即使经过严格的盈亏核算 买通一个地方的警察办公室 也是一笔超值的投资 贩毒集团甚至会向级别很低的墨西哥官员行贿 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犯罪行为被免于起诉 哥伦比亚是另外一个政府高层 被毒销控制的国家 美国政府最近撤销了哥伦比亚总统 埃内斯托·桑佩尔的签证 因为他在明知的情况下 接受毒贩的政治现金 为其提供好处 五十不肖百步 任何人如果在1990年代关注过 我们战略投资的通讯报道的话 都会立刻意识到 克林顿政府对桑佩尔的姿态 颇具讽刺意味 因为有可靠的证据表明 桑佩尔被指控的行为 美国总统比尔 克林顿都做过 而且更严重 如果你不相信我们的话 那么有两本做过深入研究的书籍 双方的作者持相对的政治立场 书中都用丰富的细节 强调了克林顿不堪的背景 罗杰·莫里斯·罗扎·莫里斯 总体上持左翼观点 他曾是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 也是迪安·艾奇逊·丁埃茨森 林登·约翰逊·林登·扎森总统和沃尔特 蒙代尔·瓦特·蒙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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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高级助手 莫里斯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他的权力的伙伴一书 详细描述了克林顿肮脏的过去 相比之下 桑佩尔简直就是一个童子军 莫里斯讲述了克林顿在阿肯色州温泉市的童年 他自幼师父 当地是赌博 卖淫和有组织犯罪的中心 他的大部分家人都与这些活动有一定的联系 他的记书雷蒙德·克林顿 一直被比尔 克林顿视为是父亲的形象 据说他是迪克西黑手党的教父级人物 莫里斯指称 比尔 来控诉其贩毒行为 而没有考虑克林顿也是该腐败机构的一份子 而在我们看来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 都表明了美国政府重要的秘密情报机构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大规模的有组织贩毒活动 如果中情局还不是有组织犯罪的附属机构 那么他已经很危险地接近于这个角色了 两亿五千万分之一的概率 尽管如此 权力的伙伴中包含的细节 会让每个研究现代美国政治腐败的学生感兴趣 不过 莫里斯的矛头也不是全部指向比尔 克林顿还有他的妻子 例如 关于希拉里进行商品交易的这段描述 希拉里的操作堪称神奇 在1995年 澳本大学和北佛罗里达大学的经济学家们 利用所有的交易记录 以及华尔街日报的市场数据 对第一夫人的交易 进行了复杂的计算机模型统计 结果发表在经济与统计杂志上 根据他们的计算 希拉里 罗德姆进行合法交易的概率 不到2.51分之一 莫里斯引用一位亲信的证词说 克林顿他知道 克林顿不仅知道可凯因走私 而且告诉州警察LD布朗 克林顿的钱保镖 克林顿帮他在中情局获得一个职位 毒品走私不是中情局的行动 哦 不 克林顿说 那是拉萨特的生意 但拉萨特 已被判刑的可凯因经销商 是克林顿的主要政治金主之一 此人从阿肯色州的生意中 赚取了数百万美元 据说他曾把30万美元现金 装在牛皮纸袋里 送给了当时的肯塔基州州长约翰 不老 据莫里斯说 拉萨特并不只是另外一个 需要克林顿恭敬相待的大捐赠者 他们的关系非常亲近 克林顿定期到他的经纪公司拜访 并随时回到拉萨特的豪宅里里斯会 莫里斯技术说 经常带克林顿去豪宅的拉萨特的司机 是一个叛过型的杀人犯 身上带着枪 而且人人都知道他兼职贩毒 总之 根据莫里斯的描述 美国总统与毒贩之间的关系 似乎比他所指称的 哥伦比亚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 和卡利集团贩毒集团 意证之间的关系还要好 哇 鲍勃讲了一些连希拉里都不知道的比尔 克林顿的是 P.J. O'Rourke 艾米特·小泰勒尔 而艾米特·泰勒尔 JR 是美国旁观者杂志的主编 并非莫里斯那样的左派自由主义者 但在他的少年克林顿一书中 也包含了莫里斯引用到的诸多细节 把克林顿描述为一个腐败的政客 与毒品交易和其他犯罪活动密切相关 事实上 少年克林顿的序言中 就引述了克林顿前保镖L.D.布朗的话 布朗提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指控 说克林顿是暗杀小组的同谋 这个组织是为了解决掉那些 没纳毒品交易的证人 布朗更具体的指证说 1986年6月18日 他本人被派往墨西哥的巴亚尔塔岛 随身携带着一支比利时制造的 FAL轻型自动步枪 布朗在旅行中化名为迈克尔·约翰逊 他的任务是杀掉特里 李德·Terry Reed 李德 你们可能还记得 妥协 克林顿 布什和中情局 Compromised Clinton Bush and CIA 一书的作者之一 在1994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妥协一书的论点是 中情局已经拉拢了总统 他的黑暗的活动 就像癌症一样 已经转移到了政府机关 更具体的说 李德与他的合住者指称 克林顿和布什都被拉下了水 参与了阿肯色州的非法活动 包括贩毒 布朗没有按照 只是杀死李德 他们设法活了下来 并至少讲出了 他们的部分故事 相比当时 及后来与克林顿有关的人 他们要幸运得多 想想已经去世的节理 帕克斯 他在1992年为克林顿 戈尔的总部提供安保 在1993年9月的一次 黑帮事暗杀中被枪杀 据伦敦的星期日电讯报报道 帕克斯的一双独家披露 是已故的文森特 福斯特 Wincent Foster 雇用了帕克斯 让他监视比尔 克林顿 这个故事真的是一波三折 扭曲离奇 福斯特为什么要编制一份 对克林顿不利的信息档案 谁也不知道 他自己说是为了希拉里 但不管怎么样 这都证明了 官方对福斯特的描述是虚伪的 说什么 他是一个天真的乡下孩子 被华盛顿无情的政治所震惊 最后在绝望中自杀了 随着每一点心的发现 这个荒诞的故事 都变得更加荒诞 黑帮的总统 虽然证据明确证实 他声称 克林顿在1984年当选州长的选举 是黑帮分子 真正开始介入 阿肯色州政治的一场选举 他们是些逗狗 赛马的年轻人 看到好东西就会下手 他们超越了这里的 老迪克西黑手党 相比之下 后者就是小玩闹 东岸和西岸的犯罪资金 跟合法的公司一样 都注意到了在这里发展的可能性 显然 其他有类似想法的人 也一直在关注 克林顿的可能性 指犯罪方面 一主 在读者文摘 早前发表的一张文章之后 纽约杂志继续报道说 总统在工会中的主要盟友 都与美国最肮脏 最黑道的一些工会关系紧密 其中特别令人感兴趣的 是克林顿与亚瑟 科亚的关系 科亚是克林顿的首要筹款人之一 他是国际劳动联盟北美地区的主席 该组织是劳工史上 最张扬的腐败工会之一 很明显 克林顿领导下的司法部 与科亚达成了某种合作 纽约杂志称之为奇怪的汤凯交易 这使得科亚 虽然面临司法部提出的 证据确凿的指控 即他是有组织犯罪分子的长期同谋 但仍然能够保住工作 无论特里 李德关于中情局 与总统合属办公的说法 是否正确 但对于一个有权进行 黑色行动的秘密组之内的个人来说 显然会受到极大的诱惑 放纵于赫舒拉发教授 所说的理性选择 即采用非法手段去获取资源 鉴于技术变革 正在削弱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作用 接下来 人们应该会看到腐败现象的激增 如果有组织犯罪集团 没有直接接管政府的话 我们同意赫舒拉发的一个观点 即政治经济学的制度 永远不可能完美到完全取代 自然经济的基本现实 委托 坦吉睿智地指出 政治腐败代表了国家的私有化 而这种私有化 并不像通常的私有化那样 把权力转移到市场上 而是转移到了政府官员和官僚系统中 即使他们在被大众媒体报道和讨论 相反的是 对于美国总统涉嫌参与贩毒 洗钱及其他更恶劣的罪行 好像没什么人关注 这让人想起已故的沃尔特 尼普曼·瓦特·罗特·Liedman的忧虑 及选民缺乏看透他所说的虚构人格 fictitious personalities的洞察力 他认为 选民被奉承和谴媚所误导 然后被卑鄙的虚伪所背叛 这种虚伪告诉他们 他们可以用手中的选票来决定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尼普曼察觉到 宪政秩序的崩溃 可能导致西方走向极具的灾难性衰落 在短短的时间内 我们已经严重堕落 我们所看到的已不能称之为衰败 尽管旧的架构在大面积瓦解 而是历史性的灾难 问题在于 政治判断预期说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应 不如说是普通公众 对超出他们直接认知之外的现象 所构建的一种伪现实的反应 但如果你被别人的认知 限制所支配 那就是你的错 即使你不在乎文森特 福斯特是否被谋杀 以及他的谋杀是否被美国政府所掩盖 包括警察部门的高层和相关的官员 甚至包括现任的特别检察官肯尼斯 斯塔尔 即使你对这一切都无所谓 你也可能要考虑了解一下 有组织犯罪集团和白宫之间更广泛的关系模式 从长远来看 最高层的政治腐败 会使传统上对民主之可能性的赞美成为无稽之谈 传统认为 民主是处理公共问题的审慎之道 在信息时代 政府的规模和诠释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诚实 政府在以往所提供的大部分服务 在下一个千年肯定会下放到私人市场 从世界各地的证据来看 长期依靠一个腐败的系统和腐败的领导人 来保障你的家庭和投资安全 其可行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正如莫里斯所言 克林顿夫妇不仅仅是个表象 而是在更大层面上 象征着两党制度在世纪末走进了死胡同 委托盘吉在他关于腐败的文章中指出 遏制腐败的唯一方式 就是大幅缩减公共干预的规模 而信息革命正是如此 他将极大的缩减公共干预的规模 并在此基础之上 为道德和诚实的重生带来希望 信息革命对于道德 还将产生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 当网络商务和虚拟公司 都用牢不可破的加密技术进行交流 他们会变得更加脆弱 因为这使得组织内部的窃贼 或者虚拟组织变得更加难以被发现 被偷走的钱 或者被出卖的商业机密 专利或其他有价值的经济资产 几乎不可能被追回 犯罪是可以收到回报的 很多人觉得 通过非法的掠夺来补充合法的生产活动 是值得尝试的 与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况不同 罪犯并不是在社会上毫无地位的边缘人 当犯罪有所回报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更好的罪犯阶层 因为犯罪很少会遭到什么社会公愤 例如西西里的黑手党 以及许多以高价雇用当地劳动力的毒贩 在他们的地盘上都颇受群众的支持和尊重 道德秩序及其敌人 所有强大的社会都具有坚实的道德基础 关于经济发展时的所有研究都表明 道德和经济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成功的国家和群体之所以成功 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道德观 普遍鼓励自力更生 勤奋工作 注重家庭和社会责任 高储蓄 为人诚实等经济美德 社会中的亚群体尤其是这样 犹太人 特别是新教的犹太人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 十八十九世即英国经商的贵格会教徒 或者现代美国的摩门教徒 他们的商业成功都显示出 具有强大道德支撑的文化 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 以贵格会为例 贵格会成员在商业上非常成功 特别是作为银行家 原因有很多 他们给自己设定了 尽可能高的信任标准 他们虽然不会发誓 但认为每一项商业承诺 都像誓言一样具有约束力 对他们来说 言出必行 My word is my bond 是一个绝对的原则 他们信奉平静 体面又节俭的生活方式 而出于宗教责任 他们不会把钱 用于虚荣的世俗消费上 他们避免参与争吵 认为战争永远是罪恶的 作为商人 他们觉得富有提供 公平价值的道德义务 通过以适当的价格 保持高质量的服务 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生育 Kaliad Ampter 即买家自己小心 对他们来说是不够好的 在大多数商人遵循高价格 高利润的贸易理论的时代 贵格会成员的道德观 使他们自然而然的 采取了低利润 高周转率的策略 就像亨利 福特后来所展现出来 这种策略可能更加赚钱 他们之所以采用 这样的经商原则 因为他们觉得 不能欺骗客户 事实证明 这也是扩大业务的最佳途径 经时间检验 贵格会的人 是值得信赖的生意伙伴 所以他们的回头客越来越多 双方实现了共赢 贵格会以旅行义务为荣 他们是一个储蓄率很高的社群 所以经营银行业 有天然的优势 而贵格会的成员资格 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资产 更激发了贵格教徒的信心 不幸的是 这种商业优势 可能会被其成功所反噬 国家有一个发展的周期 这构成了18世纪亚当 福格森 福格森 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即从贫穷开始勤奋工作 然后到富裕 到奢侈 再到颓废 最终衰落 古罗马人自己也回顾过 共和国时期的美德 当时帝国正在建立 并未后来 人们的奢侈和懒惰 痛恨不已 认为这是导致帝国 衰落的主要原因 繁荣富裕 对勤劳节俭的美德的侵蚀 速度可能是惊人的 现在的德国人 仍然是一个能力和效率 都很出众的民族 但他们已经不像1945年 在战败的废墟上 重建国家时那么努力了 在两大人的时间里 德国人从一穷二百 中长时间的工作 并白手起家 变成了只需工作 很短的时间 就可以获得地球上 最高的工资和最好的福利 1995年10月 16个德国雇主协会 签署了《彼得堡宣言》 宣言中充满了抱怨 但是理由充分 它反映了德国工业势气的下降 德国的税收负担 在1995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特别是由于团结附加费 和护理报销费 德国的公司税总额 超过了60%以上 远远高于35%至40%的 国际同类水平 公共部门的惯例 如晋升的监管 中深制的工作和高额的养老金 必须被自由市场的择优晋升 和补偿规则所取代 德国是世界上 劳动力成本最高的国家 工资政策必须考虑 减轻企业的成本 以此来降低失业率 工资增长应该根据竞争力 和生产力来衡量 工会的行为必须改变 每年一次的运动 呼吁 工人动员 威胁和警告是罢工 是很有害的 德国人 特别是年轻人和富裕的继承者 已经丧失了勤劳工作的优良传统 这引起了德国社会 包括科尔总理的普遍焦虑 大众汽车公司现在的劳动合同 给每个汽车工人的工资 都是世界上最高的 还要加上福利税 换来的是每周28个小时的工作 即4天 每天7个小时 战后的德国 现在已经是一个 大规模的就业输出国 在19世纪中叶 英国被认为是世界上 效率最高的工业国家 100年之后 他们的这个声誉 肯定已经易住了 而繁荣的循环 总是会破坏心情工作 和适度期待的美德 这些美德往往存在于 工业成功发展的早期阶段 国家无法延续 其早期的社会美德 就像个人很容易因为成功 而变得懒惰又贪婪 无庸置疑 全球性投资将会奖励勤劳的美德 并惩罚那些贪婪和懒惰的人 这是理所应当的 事实上 你可以说 稳健的投资必须建立在道德 以及纯粹的财务评估之上 18世纪的英国人 认够贵格会银行的资本 可能获得了很好的收益 在19世纪 贵格会教徒投资于巧克力企业 因为他们觉得可可比酒精更健康 这大概也是对的 但对弗莱公司 Fries或几百利公司 Cabris的投资 肯定是很好的投资 投资者应该避开颓废期 即使德国仍在欧洲市场上 保持着强势地位 而且工业技能很高 但高昂的劳动力成本 和极短的工作时间 已经降低了德国未来的潜力 社会道德与经济成功 利不可分 但是什么因素 有助于维持或倾向于 破坏社会道德呢 20世纪上半夜伟大的 历史哲学家阿诺德 汤因比提出了 挑战与回应的理论 社会因挑战而焕发出活力 并能发展出人们 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的美德 一直以来 人类都知道 困难时期会比繁荣时期 激发出更健康的反应 确实如此 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 每个人都努力 想让自己生活得舒服一些 希望住在漂亮的房子里 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银行里有足够的钱等等 为实现这些目标 而进行奋斗是有意义的 我们上学 参加培训 在生意场和职场上打拼 都是为了梦想成真 而有很多人 在工程名就之后 却陷入到了困境之中 也许是苦斗好过成就 本世纪初 伟大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 荣格收治了一位美国商人 这个商人在年轻的时候 就充满雄心壮志 他努力工作建立了自己的企业 并在40岁之前 赚到了足够的钱 可以退休 他娶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 买了一所漂亮的房子 组建了新的家庭 他的生意非常成功 在40岁 他确实卖掉企业退休了 成为了一个富有而独立的人 无忧无虑 一开始 他确实享受自由的生活 终于能够做他想做的事情 他带着家人去欧洲旅行 参观美术馆等等 但渐渐的 这些兴趣和自由感 都开始变得苍白 他开始回想那段不自由的日子 那时候他全身心的铺在工作上 有很多生意上的烦恼 但那时候他很快乐 这一切让他陷入了抑郁症 最后由他的妻子 带着他来找荣格看病 荣格做了诊断 认为其实是他的创造力 没有了出口 那些能量转向了他自身 正在摧毁他 这个诊断可能是对的 但没能治愈他 这位伤人始终未能 从他的精神崩溃中恢复 对我们人类来说 重要的是奋斗 而不是成就 我们是为行动而生的 而成就可能会让人大失所望 雄心壮志总是会催人奋进 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 而奋斗的过程 也往往比结果更令人享受 即使最终得偿所愿 当然 对大部分人来说 目标都无法完全实现 我们没有挣到那么多钱 没能住上梦想中的房子 我们不得不满足 有缺憾的生活 有一种社会意识 在十九世纪通过不同的方式 得到了强化 他认为美德是动态的 美德在于努力而不在于结果 阿瑟 修 克拉夫 阿弗 佛 克拉夫 有一首著名的诗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生死斗争中 给许多人带来了安慰 值得注意的是 交战国的自杀率在二战中军有所下降 也许 战争的挣扎也比无所事事的压抑要好 不要说奋斗中是徒劳 辛劳和创伤白费无功 敌人尚未力竭 更未被打倒 事务一切照旧 依然毫无变动 倘若希望是虚妄 恐慌则是骗徒 你可看见远处的硝烟弥漫 即便在此刻 战友们也在将逃敌驱逐 若非你拖后腿 早已将敌军阵地攻占 疲惫的波浪突然拍打海滩 仿佛再努力也无法向前一寸 可是就在附近的河口与港湾 大海的满潮已经无声涌进 每当白昼来到世间 光芒不仅仅射进东窗 在正面 太阳攀源多么迟缓 但向西看吧 遍地洒满霞光 一文来自网络 这种积极的竞争 依然触动着现代人的感官 而很多人确实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方式 在不断的奋斗中 抓住恶劣环境中的潜在机会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 而且大多数并不想从中退缩 当然 也有人属于沉思性的精神气质 那是非常少见的 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威廉 詹姆士 Milliam James 1891年 在耶鲁大学的哲学俱乐部的讲话中 对上述的动态道德观 提出了一种类似的19世纪的观点 在人的道德生活中 最深层的差别 其实是轻松和紧张的状态差别 当处于轻松的状态时 对眼前病痛的畏惧 就会统治着我们的思虑 相反 紧张的状态会使我们对当前的折磨无动于衷 一心想着实现更大的理想 紧张情绪的潜能在每个人身上沉睡 但有些人更加难以唤醒 他需要更加狂野的激情与刺激 需要巨大的恐惧 爱和愤慨 或者一些更高程度的忠诚 如正义 真理和自由的深刻呐喊 强烈的解脱是打开视野的必须 如果所有的山峰都被推倒 所有的山谷都被填平 这样的世界并非理想的居住之地 这也是为什么那种激烈的情绪 在一个孤独的哲学家身上 可能会永远沉睡不醒 因为他的各种理想 仅为自己所知 那只能算是他的偏好 而且其价值限于同一个维度 他可以随意地在头脑中摆弄 或快或慢 同样 这也是为什么 在一个没有上帝 只剩下人类的世界里 我们对道德的呼唤 远没有激发出他最大的能量 当然 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生活也是一首真正的道德交响曲 但他只在几个可怜的八度空间内演奏着 无限的价值尺度未能被打开 威廉 詹姆士认为 动态的道德可以延伸到宗教领域 他的重点在于 做而不是存在 在于行动而非未缩 关于竞争与生存的道德 在亚当·斯密1776年 托马斯 马尔萨斯1798年 和查尔斯 达尔文1859年的作品中 都做了强有力的拓展 这使主导着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道德律 对他的中心思想需要认真的审视 达尔文主义的主导思想是 物竟天择 适者生存 自然选择的过程塑造了物种的特性 在动物中 这个过程是随机突变的结果 现在的人知道这属于基因遗传 而达尔文本人则只能猜测 但是 人类社会的生存取决于 以人类智慧为基础的文化选择 文化改变人类社会 就像基因改变其他物种一样 所以 我们的社会可能会变化得很快 它不用像随机的基因突变那样 要经过很多代的演化 人类发展出了文化选择 取代了动物界的自然选择 在人类历史中的某些阶段 有些文化发展出了新的技术 使他们在创造财富和集结力量方面 享有了决定性的优势 新技术的文化优势 往往是决定性的 如铁器时代的人胜过青铜时代的人 电子时代的人胜过机械时代的人 亚当 斯密也许不是第一个把国家福利 归结于个人行动的经济学家 但他说的最简洁 最令人幸福 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努力 为他所掌握的各种资本 找到最有利的用途 的确 他考虑只是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社会的利益 但他对自身利益的计算 自然而然的 或者说必然的 会促使他选择 对社会整体最有利的工作 托马斯 马尔萨斯 是人口学研究的电机人 他看到亚当 斯密的观点 不仅适用于国家经济的发展 而且可以应用到 人类人口的生存问题 马尔萨斯已提出 以下主张而闻名 他认为 人口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 会以几何比率增长 而生存的资源 则按算数比率增长 稍微对数字有所了解的人 都会发现 第一种增长的力量 相比第二种是多么的惊人 马尔萨斯 甚至早于达尔文看到 同样的原理 也适用于整个自然界 在动物和植物王国中 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的 到处洒播生命的种子 但在给予培育种子 所必须的营养和空间方面 它却一直比较吝啬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 如果得到充足的营养和空间 经过几千年的繁殖 就会挤满几百个地球 然而 世界是以动态的方式 在发展和演变 实际上它一直都是如此 人类作为众多物种中的一类 由于无限的生殖能力 与有限的食物 种植能力不相匹配 而不得不进行竞争 人类社会的生存 和动物的生存一样 取决于对环境的适应 因此 动态的道德观 重点关注的是 如何克服适应的问题 这种道德的最好体现 是那些能够调整自身行为 去抓住机会 并利用社会中的现有资源 获得最大竞争优势的个体 是一个道德问题 而不仅仅是实践问题 在他1798年的论文中 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世界上存在着邪恶 不是为了使人悲观绝望 而是为了刺激活动 我们不应当忍耐和屈服于邪恶 而应尽力避免作恶 竭尽全力消除自己身上 以及能力所及范围内的邪恶 不仅是每一个人的利益所在 也是每个人的义务 每个人欲是尽力的履行 这个义务 他努力的方向就越正确 收获的成果也越丰厚 他就越有可能改善 和提高自己的精神 从而更全面地实现 造物主的意志 达尔文 在达尔文化时代的 著作物种起源 1859年首次出版中 从第三章的内容 概要可以看出 他对上述观念之重要性的认识 他把这重要的一章 命名为生存斗争 副标题为 自然选择下的熊 生存斗争的广义用法 按几何比率的增长 规划的动物和植物的迅速增长 意志增长的性质 斗争的普遍性 气候的影响 个体数量的保护 一切动植物在自然界中的复杂关系 同物种的个体间 和变体间的斗争最为剧烈 同属的物种间的斗争 也很剧烈 有基体与有基体间的关系 是一切关系中最重要的 自1776年亚当 斯密以来 显然人们可以认识到 优化国家财富的最佳途径 是允许个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 最大化自己的资本回报 自1798年马尔萨斯以来 显然人们可以认识到 人口的相对生存 取决于整个社会 是否在政治和经济上足够成功 能够养活人口 并保护其不会因传染病 或战争而大量减少 自1859年达尔文以来 显然人们可以认识到 在人类 动物和植物的世界里 整个生命的戏剧 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生存斗争 其中最大的对手 是彼此最接近的物种或文化 这种斗争需要一种动态的道德观 它不仅是在邪恶来临被动地做出反应 而是要积极主动地防御邪恶 这些思想的力量是如此强大 自从他们被提出之后 就没有人不会为其所振动 接而去思考人类的本质或道德的问题 塔尔 马克思和查尔斯 达尔文一样相信生存斗争 但他认为这是一场 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 而阶级本身是由经济力量所形成的 阿道夫 希特勒也相信为生存而奋斗 这个理念可以说贯穿他政治生涯的始终 但他认为 这场斗争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斗争 马克思 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和希特勒 都可以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因为他们把生存斗争 即希特勒所说的我的奋斗 看作是政治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阶级当成独立的物种 纳粹党人则以同样的眼光看待种族 然而 这并不是马尔萨斯所设想的动态道德 而是动态不道德 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 希望解决同一个问题 即生存斗争的问题 但他们的方式是通过破坏竞争 他们侵略外国 他们不断制造冲突 在争夺社会权利的不同阶级之间 或在互相视对方为剥削者的不同种族之间 常见的就是反犹者对犹太人的指控 或针对被认为很危险的下层阶级 白人对黑人的恐惧 第二次世界大战 使阿道夫 希特勒试图摧毁潜在的竞争者 特别是斯拉夫人和犹太人 来确保德国人的生存优势 但以失败而告终 一个有意思的悖论是 历史证明 战争的失败比纳粹的胜利 对德国人更加有利 破坏性的干涉竞争 可以被合作竞争所替代 合作竞争是亚当 斯密的核心思想 也是马尔萨斯和威廉 詹姆斯的核心思想 破坏性竞争的典型是征服者 他摧毁竞争对手 夺取他们的资产 可能还会接管他们的国家 甚至奴役他们的人民 而合作竞争的典型是商人 让顾客对交易感到满意 是商人的利益所在 因为只有这样 顾客才会回来做更多的交易 顾客的繁荣富裕 也符合商人的利益 因为只有这样的顾客 才有钱继续进行交易 征服意味着摧毁对方 商业意味着满足对方 在现代的技术环境中 征服已成为 一场危险的政治策略 所以商业是解决生存问题的 唯一合理的途径 亚当 斯密的另外一个核心观点 对他来说并不新鲜 极职能的专业化 进一步强化了商业中 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国富论》的开篇 就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斯密指出 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 以及在业用劳动时 所体现出来的更高的熟练程度 技巧和判断力 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他举例说 以这种方式 制造大头真的重要业务 可以被分为18道不同的工序 在有些工厂 这18种不同的操作 由18个不同的工人来负责 职能的专业化程度越高 制造业的效率就越高 但很显然 这种经济是高度相互依存的 他要获得成功 就必须是合作性的 因此 一种成功的社会道德 应该具备某些特性 它必须是强大的 软弱的道德无力发挥作用 它必须有助于生存斗争 但应该是合作性 而非破坏性的 希特勒具有强烈的生存道德 但他的破坏性 摧毁了整个社会 它必须是动态的 能够匹配现代技术 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动态变化 它必须有利于经济发展 列宁主义体系中的平均主义 与专制主义的大杂会 根本就行不通 当然 这些并不是一种 社会道德应有的全部特征 它还应有一个更宏大的目标 就是使整个社会 成为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并把人们联系在一起 此外 道德本身应该能够适应变化 并生存下去 一种脆弱的道德 可能在一代人中间被接受 到下一代就被抛弃掉 一种传统的道德 又可能会过于僵化 无法适应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动 而另一方面 纯粹相对主义的道德体系 则根本算不上道德 因为它无法明确 指导人们该如何行事 我们可以先把所有的社会道德 放到一个背景中去考察 一个强大的共同体 即使是虚拟的共同体 都有赖于其道德被广泛接受 人类社会中最成功的历史时期 往往是集体道德 被充分认同的时期 这样的道德 不仅能发挥具体的功能 如减少犯罪 稳定家庭与社会 它还能赋予公民 以目标感和方向感 从历史来看 这样的道德共识 似乎取决于 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无论是罗马帝国早期的国教 还是犹太教 它一直是四散分离的 犹太人的生存线索 或者是包含社会规则的伊斯兰教 以及中世纪的天主教 新英格兰地区早期的新教等等 一个民族 一种道德 一种宗教 这三种观念相互依存 并相互加强 在这样的道德社会中 公民个人可以在社会支持的架构内 努力去实现人生目标 诚然 道德律可能有些武断 或至少在外人看来是武断的 正统的犹太人 失去了吃猪肉或贝壳的自由 并且不能在安息日工作 虔诚的天主教徒 不能使用人工避孕药 更不要说堕胎了 穆斯林不能饮酒 儒家的信徒 要为父亲扶桑很长一段时间 这很不方便 甚至孔子也觉得 扶桑仪式被夸大了 然而 这些信仰体系中的每个人都认为 遵循这些守则 只是为一个共享的 一致的社会秩序所付出的小小代价 有了这种秩序 但他们认为 规则应该服从于最好的理性 而且人们只能被强迫 接受基本的规则 他们的确承认 强制执行社会道德是不可避免的 特别是在保护生命或财产安全方面 因为在他们看来 没有不能保证安全 任何社会都无法生存 而对于不影响他人扶持的个人选择 他们持几乎绝对宽容的态度 儒家人要为父亲 扶桑四十天 住在隔壁的可能是犹太人 他要遵守安息日 但是他们互不打扰 也不会强迫对方遵守自己的宗教习俗 在基本的事务上遵循社会道德 而在个人决定上则极予宽容 通过这种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学说 人们实际上得到了 一套必须强加给所有公民的核心道德标准 以及公民作为个人或社会亚群体成员 所资源接受的道德标准 一个本赌会的修士 宣誓要坚守贫穷 真结与服从时 他是作为一个亚群体的成员 对自我的要求 他不是要求所有的天主教徒 更不是所有的同胞 都要发同样的誓言 或遵守同样的规则 他会服从修道院院长的命令 但根本不期望外人有任何的关注 所以对于社会道德中 可以自行选择的部分 不需要做普遍的要求 而核心的道德的确应该是共享的 不接受核心道德的人 会损害社会 也损害到自己 在极端的情况下 一个充斥着激情杀人的强盗社会 就像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 大部分地区一样 谁也无法过上安稳的生活 强盗自己也不行 在大多数现代宗教体系中 是大概一致的 在基督教的旧约 或犹太教的摩西五经中 十诫中的两条 可以说在任何宗教中 都是被普遍认同的 即不可杀人和不可偷窃 甚至不止于此 几乎所有严肃的不可知论者 也都会把谋杀和偷窃视为禁忌 并认为社会有权惩罚 做出这两种行为的人 因为这是对生命和财产的终极威胁 他们可能会对特定犯罪行为的 惩罚尺度是否适当产生分歧 但不会争论社会 是否有权进行惩罚 约翰 洛克的原话就是这个意思 每个人都享有生命 自由和财产的权利 1776年 托马斯 杰斐逊又增加了一句 即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一句非常精彩 也是非常良好的愿望 但相比之下 生命 自由和财产更接地气 社会存在绝对依赖于 生命权和财产权 而历史表明 只有在拥有自由的情况下 这些权利才能得到保护 如果国家无所不能 那么它就会 像在侵略战争中一样 成为生命强大的敌人 它也会对个人财产 造成巨大的威胁 因为它会从社会财富中 攫取过分的比例 用于自己无谓地挥霍浪费 然而 在那些最先进的国家 攻击核心道德的部分力量 恰恰来自于赋予了这些国家 技术优势的现代化力量 美国是世界领先的技术强国 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 许多人 包括大部分美国人 都把美国视为 其他国家的道德榜样 现在 很少有人在表达这种观点了 即使是那些 为祖国感到骄傲的美国人 像全世界人一样 一个人不可能再听了欧 最新普森的审判之后 还把美国看成 是最初内的单纯的美德共和国 如果回顾一下 旧日美国身上的标签 他们反映的其实是一个 边境社会的发展需求 即使是在大城市 它也受公民态度的熏染 边疆是民主发生的地方 在那里 人们觉得自己是平等 早期的美国人 还抛弃了欧洲的等级制度 即使是作为囚犯 从英国运来的契约劳工 等到契约到期 他们就成为了独立的商人 农民或自由劳工 在社会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工资比欧洲高 生活必需品的成本很低 尽管进口的制成品比较贵 在边疆 人们彼此之间互相依赖 虽然生活艰苦 但以欧洲的标准看 还是很不错的 新移民可能从波士顿 和纽约的贫民窟起步 从低工资的工作干起 一般很快就走出去了 一代又一代的人 获得了繁荣和富裕的生活 南北战争后 黑人开始把自己看作 是另一个移民群体 他们中很多人都认同 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 由此黑人中间阶级也发展起来了 这种志向暴富 得益于边疆生活的实际经验 以及新教和天主教会的影响 而不断加强 形成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 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上帝的国家 这是一种 在民主理想和基督教信仰导引下 所形成的独一无二的观念 美国也成为了世界上 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一个民主国家 这幅熟悉的图景 匹现在我们所有人 或几乎所有人对亚伯拉罕 林肯的印象之中 尽管在南部还有一些美国人 把林肯看成是为了阻止 自由州脱离他们不再信任的联邦 而发动了第一场 现代战争的恐怖人物 即便如此 林肯留给世人的形象 林寻 朴实 诚恳 雄辩 仍然是最伪暗的美国人的形象 而且基本上是一个道德的标杆 现在还有很多美国人能够感受到 新国度的民主活力 与欧洲疲惫的等级制度间强烈的对比 不过 在今天的洛杉矶 纽约 伦敦或华盛顿 外国人很难认识到 这种充满能量的闲能社会的理想 而在广大的郊区或农村地区 还能找到它的痕迹 以及更多的存在 美国清教徒的道德伦理 及其所有重要的历史 在雪县以北地区保存的最好 而创业精神的推动力 则传播到了更广泛的地方 美国人看到 大城市的衰败已经成为犯罪 特别是毒品交易的温床 是公共道德下降最严重的表现 大多数美国人也认识到 在几种不同的道德文化之间存在冲突 他们都在争着扩大自己的主张和权威 政治正确的文化排挤掉许多支撑 就文化的道德原则虽然不是全部 政治正确咄咄逼人 强调在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文化 认为其剥削了其他群体的价值和权利 同时 他也拒绝接受这种文化 虽然这是美国的创始文化 二十世纪上半叶 由男性所主导的文化 是以核心家庭的生存为中心 这从历史发展上 给予了丈夫父亲 在家庭中至少是名义上的支配地位 尽管实际上家庭往往是由妻子母亲在管理 名义上的主人通常是温顺地接受 这也是男老板在职场上获得了主导地位 这种地位如今受到女权运动的挑战 但还没有被逆转 家庭的利益 以及基督教的历史教会 使堕胎被非法化 过去的道德认为 堕胎是非法杀人是绝对禁止的 传统道德的坚持者仍然持这样的观念 而新道德的支持者则持相反的观点 以前堕胎问题通常由各州自行处理 而在罗伊素维德 Rovie Wade一案中 最高法院将堕胎的宪法性权利 置于在隐私权的基础之上 而隐私权本身与宪法或修正案中的任何条款 都相去甚远 法律上认为 妇女的隐私权包括要孩子或不要孩子的权利 不管对胎儿可能造成什么后果 最高法院不认为胎儿享有任何宪法权利 20世纪后期的胎儿与19世纪上半夜的奴隶一样 是宪法外的实体、生命 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不适用于奴隶 罗伊素维德案的大法官 也没有把独立宣言的规则适用于他 关于堕胎的争论 是新旧道德冲突的极端例子 不过在其他领域 旧的社会组织及道德也受到新道德的挑战 同样存在显著的冲突 在新教和天主教中 传统的基督教道德都非常强调性的角色 不允许进行婚前或婚外的性行为 男性之间不能发生生殖器关系 女同性恋没有被特别强调 因为社会基本不承认它的存在 当维多利亚女王第一次被告知此事时 她坚决拒绝相信女人之间会发生这样的事 政治正确是所谓的受压迫群体的道德 同性恋者声称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人是平等的 并挑战传统反对他们发生性行为 孔同症被认为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歧视 和种族歧视一样 新的道德观认为 批评同性恋与批评黑人 犹太人或妇女一样是不可接受的 与此同时 其他诸多的性禁忌都遭到了侵蚀 或干脆被废除了 在1960年代出现了自由恋爱的浪潮 部分原因是女性避孕药明显安全了很多 但也受到了情绪药物和流行音乐的推动 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非婚同居 到20世纪90年代 在比美国普遍保守的英国 人们认为爱德华王子和他女朋友 在白金汉宫睡觉是很正常的 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 在宿舍一起睡觉一样 是一种虽未婚但稳定的亲密关系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作为英国教会的领袖 纵容自己最小的儿子胡作非为 但很少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 而他三个更大的孩子的婚姻都已经破裂 少数抱怨的人 还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落伍者和假正经 不过仍有许多人认为 救的道德观念是可取的 尽管他们自己不遵循 也不真切 希望他们的孩子从很小的年龄就遵循 政治正确运动也有他清教徒的一面 因为他是从妇女的利益出发 而妇女被认为是最大的受压迫群体 所以他对男性的性行为有一定的敌意 包括攻击性的和过去被认为是无害的形式 一些妇女认为 所有的男人天生就是强奸犯 对强奸的自然恐惧 就被夸大到对男性的普遍谴责 另一些人则集中在性骚扰问题上 这种抱怨是真实的 很多男人的性举止特别粗俗 但对一些很微不足道的行为的抱怨 就显得有点可笑了 仅仅是眼神 没有说任何话 更不要说身体接触 都可能被指控唯性骚扰 所以 新的道德观可能审查性非常强 白人可能被指控有种族歧视 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有歧视 而是因为他们是白人 男人可能被指控唯性骚扰 因为他们的表情显示 他们觉得一个女人很有吸引力 而在上一代人看来 这是一种恭维而非侮辱 政治正确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 互相猛烈的攻击 然而在现代世界里 他们其实颇为相似 尽管他们的道德教义不同 但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教义 具有权威性 是普世的 事实上 他们存在同样的缺陷 都是一种夸大的 自大的道德主义 缺乏深度 缺乏历史感 也缺乏宽容 两者都被指责为 类似17世纪的清教主义 或类似于英格兰的奥利福 克伦威尔 奥拉伯 Crongwell 他差点移民到新英格兰 一个自大的道德家 或类似于塞勒姆 Cellung的猎物者 无论是教调化的妇女运动 还是圣经地带 美国中西部及南部 有强烈基督教信仰的地区 易住保守的传教士 都不能说他们缺乏道德 只能说他们 做得有些过头和僵化 这些道德的核心 好像已经成为了一块石头 这种道德的动脉硬化 对社会道德共识的破坏 并不亚于他们所反对的 怎样都行的无政府主义 这时对道德力量的扭曲 是粗暴的自以为是 法利赛主义 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 认为自己的美德 独一无二 对耶稣基督尤其反感 而一种新兴的对道德的腐蚀 则认为道德选择 纯粹是个人喜好 和选衣服一样 是个人的私事 这种信念认为 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道德 他把古典的自由学说 带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把追求幸福从约翰 洛克的本意 以及1776年杰斐讯 对他的诠释 变成了一种不计后果的享乐主义 追求幸福一语出自约翰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1691年出版 其中写道 对智性的最高完善 就在于认真的追求真正的 踏实的幸福 所以 观照 我们自身 不要把想象的幸福误认为 真正的幸福 是自由的必要基础 他接着说 每个人所认为的幸福并不相同 心灵和味觉一样 有不同的喜好 人们的选择可能会各有不同 但都是对的 假设他们像一群可怜的昆虫 其中 有些可能是蜜蜂 喜欢鲜花与它的香甜 有些可能是假虫 则喜欢其他的食物 此外 他还论述了 你要恶习不要美德 显然是错误的判断 他特别看重宗教观点 但也认为这里的恶人要更坏 他认为 道德如果是建立在真正的基础之上 就必然会决定 所有愿意遵循它的人们的选择 相比那些抢求一视同仁 行为统一的专制道德体系 毫无疑问 洛克的自由学说 给人们的选择偏好 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不过 很快 经典自由学说 就认识到了集体道德要求的必要性 包括尊重他人 特别是他们的生命 即依法和平的 享有的财产所有权 集体道德普遍腐蚀 威胁着自由 这既有直接的一面 如他导入了无政府主义的因素 也有间接的一面 如他鼓动了社会中最独裁的力量 我们可以把公共道德的历史 看成是无序与独裁之间的循环 现代的专制性道德 包括女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 都是对60年代享乐主义的周期性反应 对于下个世纪的新世界 我们已经描述了它的一些属性 它将主要由两种力量所塑造 一是技术的变革 它正在开放亚洲的经济 二是新的全球电子通讯系统 它会使人们对当地政府的依赖逐渐降低 新技术将取代 或已经取代了众多中等技能的劳动者 如流水线工人 办公室文员 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层管理者 但是 稀缺的技能将得到特别的回报 一个由高技能人才组成的 国际认知精英群体将会出现 新的通信技术 会为它们的技能 打开最广阔的市场 和大部分精英一样 认知精英也会有点高高在上 相当傲慢 认为可以制定自己的标准 所以 它们会与社会比较疏远 在下个世纪的上半夜 大量财富会从旧的西方 转移到新的东方 政治上的失败 中国依然是一个政治落后的国家 可能会推迟这种财富 和战略力量的转移 但绝不可能阻止 这一趋势无可逆转 这一财富大转移 必然会给北半球 白人主导的国家 带来最大的压力 即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先进国家 目前大约有7.5亿人口 直到最近 日本才成为唯一一个 达到欧美生活水平的 亚洲非白人国家 尽管在新西兰 澳大利亚和非洲南部的白人中 也有欧洲人种 即使在1990年 先进工业国家的总人口 也只占世界50亿人口的15%左右 世界财富的分配状态是 15%的富人 85%的穷人 和100年前先进工业社会的 收入分布非常像 经过一段加速的进程 到2050年 世界的总人口可能达到70亿 先进经济体的人口 预计会有30亿 或财富的分配比例 是40%的富人 60%的穷人 到下个世纪末 这个数字可能会翻转 即达到60%的富人 和40%的穷人 而贫穷人口 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 国与国之间 会朝着财富更平等的方向发展 但在国家内部 很可能会更加的不平等 能够高效利用人才和资本的人 相比那些 只具有中等技能 或较少资本者 将享有决定性的优势 未来的财富高度流动 先进国家的穷人 不可能再像20世纪那样吃大户 依靠政府大规模的向富人征税 这么做的国家 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倒下 当然 如果不发生世界大战 世界经济的总生产力 会继续提高 也许每年平均提高3%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全球经济总产值将每25年翻一翻 到2050年 总产值将是现在的4倍以上 到2100年 将达到现在的16至20倍 即使2100年的世界人口增加到80亿 也会使那时的人均GDP达到现在的10倍 这样的财富增长 除了照顾新兴工业社会的崛起 以及认知精英每年的数百万美元收入 仍然可以为其他先进的劳动力 提供一个体面的 并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 但未来的情况 与20世纪会有很大的不同 从全球范围来看 穷国的收入会比富国的增长更快 从国家范围来看 富人的收入增长 将比中低收入者要快得多 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 在下个世纪 我们将见证一个世界超级阶级的诞生 也许有五一超级富豪组成 其中一亿人的富有程度 足以成为主权个人 这个过程会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社会的同质性将大大降低 民族国家将被削弱 甚至完全崩溃 认知精英将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 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同样职能工作的人 已经在发展一种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 相比在就是民族国家中的同胞 他们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之间更加亲近 一个伦敦的投资银行家去到首尔 可能比在格拉斯哥更有家的感觉 一个华盛顿的公务员在波恩 可能比在华盛顿当地的黑人区更自在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 这个过程对道德价值观产生的分裂效应 个人的道德部分是由教育所决定的 主要来自于他的童年 部分是由生活经验所塑造的 认知精英的教育和经验都是世界性的 这往往会使他们与当地的社区脱离开来 当我们迈向下一个世纪 在不断壮大的认知精英群体中 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几乎没从家庭中 接受过宗教或道德教育 精英中间最常见的宗教 是一种不可知论的人文主义 很多这样的家庭会因为离婚 再婚及第三次婚姻而严重分裂 好莱坞的婚姻模式 虽然在美国不具有普遍性 但欧美认知精英的离婚率都很高 平均可能达到三分之一或更高 父母离异的孩子 很少接受基本的宗教教育 他们也会意识到父母 继父母 继兄弟姐妹间的道德观念各有不同 如果把这个群体的基础 道德教育和爱尔兰或波兰村庄里的相比较 显然农民的教育提供了更强的宗教训练 一个无神 无根 有钱的精英是不可能幸福的 也不会得到爱 下个世纪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这群人 他们基础道德教育的不足 很可能将被他们的生活经验所强化 这些人会接受某种高等技术教育的训练 以适应他们在未来电子世界中 作为领导者的新角色 但是 对于历史上作为人类社会行为框架的道德课程 他们从中学习的不过 按照孔子 佛陀或柏拉图公元前五百年 圣保罗公元五十年或穆罕默德公元六百年的标准 他们属于道德文盲 他们被灌输的是经济效率 资源利用 金钱追求等理念 没有谦逊或自我牺牲的美德 真洁就更不要提了 基本上 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作为异教徒长大的 其价值观更接近于罗马帝国后期的价值观 而不是基督教的 而且 这些价值观还是高度个人化的 不是共通的 我们前面论述过 只有当真正的道德价值被广泛认同时 一个社会才能强大起来 所以 先进国家已经步入了这样的境地 很多人持有着微弱或有限的道德价值观 而其他人则以强烈的非理性价值观作为补充 整个社会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念非常细薄 不过 毫无疑问的是 我们前面所说的竞争性领土俱乐部 会对其居民实行严格的道德标准 贫富之间的财富差距 本身在历史上并没有导致宗教价值观的根本差异 在一个传统强大 稳定且坚实的社会中 陡峭的等级结构 富人在自己的城堡里 穷人在他的门口 可能会掩盖贯穿其等级制度的价值观 但这取决于富人和穷人之间集体感情的强度 以及社会传统的强度 而这两者现在都不复存在了 而且社区的感觉和传统都被正在发生的经济和技术革命给削弱了 大众和少数人的生活正变得原来越疏远 技术革命的实现往往意味着打破旧的方式方法 在所有的领域都是激进的人获得胜利 而以传统方式思考的人则拉在了后面 实际上他们已经退出了比赛 我们的政治可能是由传统的思想者所领导的 如比尔 克林顿 赫尔木特 科尔 约翰 梅杰 而我们最成功的企业则是由激进者领导的 他们对新的技术世界有着敏锐的理解 其中的典型就是比尔盖茨 传统思维会因为无法应对变化的速度和力量 而一败涂地 然而 道德并非如此 以形成于约公元前一千年的摩西经典为例 如果我们要从中寻找科学的话 那收获不多 创世纪中关于创世的描述 可能包含了一个神学真理 上帝创造了宇宙和人类 但他并没有对物理结构的实际发展 做出科学的解释 但是 如果我们学习摩西的道德观及实践 那就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尊重父母 忠与婚姻 是维护家庭生活的最好方式 家庭生活是培养道德健康的孩子的最好方式 偷到对窃贼和施主都有损害 也不利于工作和储蓄 社会秩序有赖于证人不作假见证 杀人是错误的 等等 在科学方面 三千年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知识内容 而在道德上 我们其实可能倒退了 一般的心理医生给病人提供的 关于如何生活的道德建议 可能还不如普通的犹太人 在摩西时期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好 当然 基督教依然存在 但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 他只是以往自身的一个苍白幽灵 没什么人还怀有早期时代的信仰 甚至社会还不那么复杂实的信仰 没有人会在公元大道上寻找圣徒 对传统的破坏是科学进步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至今都还相信 是太阳绕着地球转 那我们就不可能发明出卫星通信 事实上 我们所认为的科学 本身只是一系列的假设 是不完美的解释 注定要被其他的解释所取代 更强大的解释 但依然是不完美的 然而 对传统的破坏 给人类的道德秩序带来了灾难 孔子教导说 我们应该行为适度 他把黄金分割Golden Mean 称为中庸之道Chum Yang 至少17世纪的学者是这么翻译的 他还教导我们要尊重师长 代人如己 这些教会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了 作为一种传统 他影响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所有历史 但对于许多现代中国人来说 儒家思想是一种过时的传统 他们不注重节制 尊重权利而不是师长 当然也不会以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 去对待别人 随着传统的沦丧 社会将失去其道德共识中的全部表述 中国的实力虽然不断增强 但与西藏相比 却是一个道德落后的国家 虽然西藏人贫穷且受到压迫 严厉谴责作者分裂中国 一者坚决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我们看来 养好的社会道德具有某些特征 它应该以动态而非静态的方式 促进社会与个人的生存 它应该鼓励宽容 避免自以为是 它应该是宗教性的 而不仅是不可知论的 它不应该假装可以解决科学事实的问题 它既不应该是无政府主义的 也不应该是独裁主义的 它应该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深深的用户 这样的社会道德 对于家庭 对于把孩子培养成独立 负责任的成年人都至关重要 它提供另一个良好社会的着力点 我们发现 所有这样的道德 都会为从商业和同情共感中 产生的相互依存的逻辑所支持 但却会因为肤浅的科学主义的攻击 随着以赛亚 柏林所说的西方历史上最恐怖的世纪随风而逝 社会结构的巨人主义时代也进入了尾声 二十世纪最后的日子 注定是一个规模缩减 权力下放 机构重组的时期 这将是社会恐龙 指大机构 易住困在立青坑里的时代 也是一个青道夫的时代 鸟将咸走恐龙的骨头 政府 企业和工会将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进行调整 去适应微技术渗透下 所确立的原先证的新环境 微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行使暴力的边界 当今世界的变化 也已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的理解 超出CNN和报纸所告诉我们的 而它的变化方向 恰恰是对大政治条件的研究所指明的 先是在血流成河中 然后在大清算中 我们都论述过 当技术或其他决定 暴力行使边界的因素发生改变时 社会的特征必然会随之改变 一切附着于人类互动方式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道德和看待世界的常识 都将随之改变 一段道德的松懈期过去了 也表明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此之后 我们会看到更严厉的道德的觉醒 它会提出更严格的标准 以满足一个竞争性主权世界的更高要求 可以预见新道德会有几个特点 首先 它会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 强调创造收入者保留收入的正确性 由此可以推出另外一点 它将强调投资效率的重要性 信息时代的道德观会为效率而喝采 会承认把资源用于最高价值的用途 是一种优点 换句话说 信息时代的道德将是市场的道德 而正如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t所言 信息时代的道德也是一种信任的道德 网络经济是一个高信任度的社区 在这样的环境中 因为有劳不可破的加密技术 贪污犯或小偷 可以把犯罪所得安全地转移和存储 而且无法被追回 所以为了避免损失 人们从一开始就会有强烈的动机 避免与不诚实的人做生意 就像前面所举的贵格会的例子 诚信的生育是在网络经济中的重要资产 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 这种生育不一定直接指向某个已知的个人 但它能够通过识别加密密钥 而得到可靠的验证 如果加密方式或加密身份的验证 被不法之徒或其他人所破坏 它可能导致的辐射性灾难令人望而生畏 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们强烈排斥 雇佣任何缺乏可信度的人 贝内特设想了赛博绅士俱乐部 The Gentleman's Club of Cyberspace 这是一块被保护的领域 需要有强安全的措施才能参与 可能会使用身文等生物特征进行识别和验证 业主要担保参与者的身份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他们的可信度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此来实现一个赛博空间的绅士俱乐部 当然现在也欢迎女士 相比一般的网络空间 在这样的地方 人们可以更加安全更有信心地进行交易 因此在21世纪 人们可能会看到 在任何一个维多利亚人都想象不到的环境中 社会对信用和品格的重视 将回归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程度 网络空间保护区 也可以提供降低风险的担保 类似于香槟区伯爵为往返香槟集市的商人 而提供的超地域保护担保 及其他的管辖区会赔偿行李商人 在通过特定贵族所辖领土时 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 当时的集市守卫 原本是由伯爵任命的官员 为集市上的商人提供安全保护和正义法庭 最终他们演变成了更独立的实体 有专门的印章 对合同进行公正并强制执行 并有权禁止任何被发现不支付债务 或不履行合同的商人参加未来的交易会 这显然是一个很严厉的惩罚 所以很少有人会冒险犯禁 被剥夺未来赚钱的机会 不过除此之外 守卫们还可以没收违约债务人的货物 并为债权人的利益而将其出售 当替代性市场的数量增加时 作为执行合同手段的排斥主义 就没那么重要了 但随着现在信息技术的出现 在社会进入下一个主权分散的阶段时 对欺骗者和违约者的排斥 可能再次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执行机制 计算机的联动验证 可以使信用和欺诈信息不可伪造 从而对网络空间提供警戒 在互联网的意义上 整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小的社区 骗子和小偷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未来的道德观除了重视收入和效率 并重新强调品质和信用的重要性 他可能还会着力突出暴力的邪恶 特别是绑架和勒索 因为这两种要挟个人的手段 会变得越来越赤胜 不然那很难从个人手里夺走资源 还有一个因素 也会提高道德的标准 那就是特权和收入在分配的结束 对于那些被社会拉下的人 当他们的获救希望 主要来自于私人和慈善机构时 在自愿给予慈善救助的人看来 接受者在道德上应该是值得帮助的 这一点相比20世纪时更加重要 补贴 意外制裁和火热的经济前景 削弱了节制与留存的紧迫性 民主 在分配和经济发展的咒语 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和生育率 促进了人口增长 进而导致经济和环境的螺旋式下降更加迅猛 弗吉尼亚 阿博内西 Virginia Ebernafi 在某些方面 新的信息世界能够更好地鼓励人们 以严肃的态度处理道德问题 收入在分配的承诺 在美国 加拿大和西欧地区 满足了不幸者和失败者的期望 在国际社会上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原本在当地人口与其供养所需的资源之间 通过负结果反馈机制保持着平衡 而这种干预使得该机制失灵了 当然 那些生活在资源匮乏 增长乏力或毫无希望的环境下的人们 会非常高兴 因为他们得到了保证 贫乏的乡村生活就要结束了 他们热切地接受着国际援助工作和 和平队志愿者 当地革命者 以及冷战期间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者 所传递的乐观信息 告诉他们 明天的日子会更美好 而这恰恰是一个错误的信息 不同文化间的收入在分配 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后果 它使那些生活在非工业文明中 持有非工业价值观的人 获得了虚假的竞争力 国际援助 抗击饥荒和疾病的救援工作 以及技术干预 愚弄了很多人 使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前景 以极大的改善 所以没必要更新自己的价值观 或费力改善自己的行为 国家间的收入在分配 不仅促使世界人口不可持续地激增 并以重要的方式 助长了文化相对主义 而且对于文化在影响人们 创造当地经济繁荣中 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造成了普遍的困惑 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 文化更多是一种品味问题 而不是行为指南的来源 这些指南即可能误导人 也会启发人 我们太热衷于相信 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 而对于认识反作用力文化的弊端 则非常迟钝 本世纪在世界的很多地方 在补贴和干预的温饰中 培育出来的混合文化 更是如此 就像美国城市中心区的 犯罪亚文化一样 他们保留了一些 来自于早期经济发展阶段的 零碎文化片段 而这些片段将与信息时代的 行为价值观结合到一起 因此 信息革命不仅会释放出天才精神 也会释放出天成精神 Nemesis报应 在未来的一个千年里 二者之间将进行前所未有的较量 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 必将令人心潮澎湃 判为官职 从经济生活的一个阶段 过渡到另一个阶段 总是要经历一场革命 我们认为 相比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 信息革命的影响可能是最深远的 它将更彻底的颠覆 和重组人们的生活 而它的影响力 你很快就将感受到 请记好安全带 后继 权力分解与编辑收益递减法则 超出其比例限度 而膨胀的东西会不可避免地崩溃 集中的 连贯的 与过去相连的东西 具有强大的力量 而涣散的 分裂的 膨胀的东西将会腐烂 并掉到地上 膨胀的越大 摔得越狠 罗伯特 格林诸斯特 埃尔福斯 权力48法则 迄今为止 人类社会的历史 倾向于朝着更复杂 或社会政治控制的方向发展 小团体的狩猎采集部落 演变成了农业国家 然后又让位给更大规模的工业民族国家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瑟夫 坦特 Joseph A.Tinter 在《复杂社会的崩溃》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信息社会的出现 有望扭转这种明显的不可阻挡的趋势 使之朝着更高水平的集中化发展 在坦特的作品中 有很多与本书主题相关的话题 值得探讨 例如 坦特认为 中央控制权的下放 以及更少的资源在分配 会导致政府的崩溃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的话 那就意味着 当前形式的工业民族国家 不可能与未来接受主权 个人的微型主权国家长期共存 如果资源保持稳定不增 民族国家就生存不下去 更不要说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 正如坦特所阐述的 当庸种的系统耗尽了他们的潜力 就像我们所说的今天的民族国家 那么 编辑收益递减的法则 就会频繁发挥作用 在极权式社会政治控制的许多关键领域 增加投资所得的回报率会下降 甚至变成复数 因此 就会出现帕金森定律 partinson slot的现象 在20世纪 英国海军部门的雇员人数 和运营费用都急剧穿升 而海军的舰船数量却大幅减少 随着20世纪的结束 类似的收益递减现象 肯定会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的经济体中出现 哈佛福德学院的社会学教授罗杰 莱恩·罗杰雷 在论美国凶杀案趋势的社会意义中写道 法院 学校 警察 监狱等社会控制机构 尽管经常被注入人力和资源 但他们已经失效了 有明确的证据表明 政府的整体成本在增加 例如 美国的税收总额从1957年的 占到收入中位数的27.8% 上升到1997年的37.6% 即使这不算是绝对的证据 也是一个有利的线索 可证明美国政府总体运营的 编辑收益在下降 从过去来看 编辑收益的急剧减少是崩溃的前奏 本书认为 当个人越来越有能力 保护自己的交易和资产 使之免受掠夺性税收的剥削 这意味着可被再分配的资源将减少 极权式的社会控制将减弱 监管和管制将有心无力 最终会导致领土的分解 这整个的发展过程 在历史上就表现为崩溃 按照忐忑的术语定义 崩溃就是当一个中央控制系统 不再值得为其投入成本时 所发生的事情 每当我们遇到一种预值现象 不管是在物理 生物还是社会系统中 在达到预值的那一刻 系统的结构会变得很不稳定 结构中最轻微的 甚至是无限小的位移 最终都可能导致系统结构的有限变化 因此 一个人的行为变化 无论多么细微 都会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配置进程中 沉淀下来 然后可能导致一定的 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 尼古拉斯 拉舍夫斯基 尼克斯 Rashavsky Look at that history From Mathematics 大多数人对变化的适应 一般都是渐进性的和进化式的 但也有可能出现革命性的范式转变 有些时候 甚至伟大的帝国也会因此而倒塌 如果进一步投资于中央控制系统 所能获得的编辑收益彻底变成复数时 对大部分人来说 继续支持就系统在经济上 已经完全不合理了 坦特就是用这些术语解释了 罗马帝国的崩溃 用他的话说 如果历史记录可信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至少有一部分说服过众的农民 公开欢迎野蛮人的到来 认为他们会把自己 从罗马统治的重担下解脱出来 而更多的人对于即将到来的崩溃 则明显无动于衷 帝国的运行成本急剧上升 而他所能提供给公民的保护 在野蛮人的胜利面前 显得越来越无用 对很多人来说 当野蛮人和税利 都在他们的土地上横争暴掠 帝国已经没有一点好处了 就像刚德森所指出的 地方进行自治的收益 已经超过了作为帝国成员的价值 复合体所能带来的好处 还不如解体 何况他的成本要高得多 坦特引用其他权威人士的话 来支持他的论点 急崩溃会使社会投资的边际收益 得到相应增长 公元五世纪下半夜的作家 佐西姆Zosimus 在写到塞萨利和马其顿时说 由于这种重水 城市和乡村都充满了哀叹和抱怨 人们都在祈求 这野蛮人的到来和帮助 亚当斯 RM Adams 总结说 在五世纪的时候 为了逃避可怕的税收负担 人们已经准备抛弃掉自身的文明 拉舍夫斯基对历史中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作用的分析 指出了系统面临激进变化时的脆弱 当系统变得不稳定 并达到一个预值条件时 即便甚至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促成 当变革的条件成熟时 例如 支持中央集权系统的编辑收益大幅递减 无法再产生出优于解体的利益时 激进变化发生的机会是如此之高 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促成它 拉舍夫斯基写道 促成有限变革的个人 不一定是个特殊的人 他可以是任何人 这种情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现象 一个不稳定的系统 在达到某一点时 数万亿的相同分子中的 任何一个产生意外的位移 都会导致一场有限的转型 从而进入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 我们没办法明确指出 用种不堪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崩溃 将会由谁来引发 以及在何时被引发 但是 从坦特和拉舍夫斯基 对社会变革动态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推测 预见到崩溃必将到来 迄今为止最发达的 最成功的民族国家 共同的特点都是人口减少 以及海量的 没有资金支持的养老金债务 如果没有来自不发达国家的 超历史规模的移民 或者没有愿意加班 并缴纳没收性税收的 好人意外的涌入 欧洲 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先进国家 根本无法维持 目前社会福利所需的收入 按照精算师们的预测 税收会增加 福利将减少 也就是说 编辑收益将下降 特别是对于承担了 过多税赋的企业家而言 美国国税局的数字显示 截至1997年 10%的美国人 缴纳了全国大部分的所得税 这部分人正是威行 主权国家争取的对象 这些国家务实高效 税收成本低到可忽略不计 并会很乐意为他们提供新的居住机会 商业化主权的保护成本 相比腐朽民族国家的掠夺性税收 其差距换算为终身收入的话 可以达到几百万甚至几十亿美元 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 认为一个人在街上看到一张百元美钞 就会把它捡起来 极理性经纪人 意主 那么 能够多存下数百万 甚至数十亿收入的发展机会 意味着数万倍或数百万倍的吸引力 是继续为编辑收益严重下降的体系 支持高昂的效忠成本 还是转入到成本更低 承诺更多的新制度之中 当人们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时 他们会做出简大钞一样的行为 36 走为上级 中国谚语 在本书中 我们已经明确地道知读者 如果你拥有一定量的资本 你应该考虑对他进行重新部署 公民身份已经过时 为了最大化你的终身收益 成为一名主权个人 你需要成为政府 或其保护服务的客户 而不是公民 在信息时代 你无需再缴纳贪婪政客 所强加的高额税赋 你有更好的机会 实现富裕和繁荣 因为你可以与政府自由的谈判 签署一份私人税收协议 在这种协议下 你向政府服务支付的费用 将不会超过他们 对你所具备的实际价值 根据历史上统治系统崩溃前的情况来看 那些提前选好了最后的避难所 并尽早逃离的人 会因此而生活得更好 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从在20世纪90年代 美国通过了大量的法律 惩罚那些放弃美国公民身份的人 民族主义者在民族国家 陷入危机时的反应 极为凶险 我们绝不能低估暴政 与恶行的残忍程度 尽管独立宣言 中规定了美国公民 有一句国外的自由 但美国可能会是阻击商业化主权的 最暴虐的国家之一 你永远不能把自己的财产 留在任何声称 有权利征收你和你子孙的管辖区内 无论你现在居住在哪里 是什么国籍 为了优化财富 你应该主要居住在 第一护照国以外的国家 同时把你的大部分资金 存放在第三管辖区 最好是避税天堂 此外 为了更好的了解更多选择 我们建议你广泛的旅行 访问一些 你觉得很有吸引力的地方 然后确保在紧急情况下 你有权过去居住 如果你真的充满雄心壮志 甚至想开辟一个 属于自己的秘密主权 我们在附录里 提供了一些联系人 他们可以帮助 你跟合法的政府谈判 有政府愿意在合适的条件下 租赁主权 你可以用来建立自己的免税区 或自由区 假设你才刚刚开始 假设你接受本书的前提 对信息时代的前景兴奋不已 但是你缺乏现成的资金 没办法从主权商业化的机会中获益 你该怎么办 任何简单的成功秘诀 都必然会让人失望 作为信息革命的成果 成功的机会将比比皆是 哪一种适合你 你应该抓住哪一个 我们无从说起 但是如果你打算积累资本 实现你作为主权个人的全部潜力 你优先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研究和分析各种大师的作品 从他们所传授的成功线索 和法则中学习 任何一家好的商业书店 或网上书店 如亚马逊 都有大量关于成功的书籍 供你选择 尽可能广泛地阅读 不要认为看了某一套规则 就自动财务独立了 你应该把成功理解为一种选择 如果你想成功 你就必须用成功人士的观点 和习惯来武装自己 如果你还处于选择职业的阶段 请抵制住诱惑 不要轻易地得出结论 认为在信息时代 获得成功的最佳途径 是做一名程序员 是的 随着信息革命 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的展开 程序员确实有很大的需求 但随着计算能力的提高 人工智能也在迅速发展 一家名为Alphorganics的公司 已经展示了 不用程序员 也可以开发出面向对象的软件 所以 你不会因为学了一些 用阿拉丁神灯也能完成的技能 而获得高薪 专注于软件或其他快速发展的 处于信息革命中心的领域 是有风险的 就是你的专业领域 可能很快就会过时 这就突出了传统通识教育的智慧 它鼓励学生发展批评能力 和思考能力 商业上的成功 就像生活中的大部分领域一样 取决于你能否解决问题 如果你能学会如何解决问题 你就会有一个光明的职业前景 无论你住在哪里 你都会发现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那些能从问题的解决中获益的人 通常都会因此支付给你丰厚的报酬 关于作者 詹姆斯 戴尔 戴维森 James Dale Davidson和威廉 李斯 莫格 Lord William Reesmog 共同主编了战略投资 Strategic Investment 这是世界上流传甚广的 私人投资通讯之一 戴维森是一位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 在阿根廷 巴西 玻利维亚 秘�和新西兰均有投资 也在北美投资有高科技项目 李斯 莫格 曾是伦敦时报的编辑和BBC的副主席 他也是伦敦私人银行的董事 他们曾共同撰写了血流成河 在疯狂的世界中投资盈利 Blood in the streets Investment Profits in a World Donut 和大清算The Great Reckoning 仰不著作 附录一 影响和战略 易主 该附录源于本书第一版 部分内容与上面的后继有重叠 36 走为上继 中国谚语 如何在信息时代实现财务独立 本书的很多观点和建议都是非正统的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公民身份正在过时 为了最大化你的终身收益成为主权个人 你应该成为政府或其保护服务的客户 而不再是公民 你无需再缴纳贪婪政客所强加的高额税赋 你有更好的机会实现富裕和繁荣 因为你可以与政府自由的谈判 签署一份私人税收协议 在这种协议下 你向政府服务支付的费用 将不会超过他们对你所具备的实际价值 在全球所有的国籍中 美国公民身份承载的责任最重 在迈向主权个人的道路上遭遇的障碍也最多 因此 追求经济独立的美国人会寻求获得其他国家的护照 作为实现私有化或去国家化的必要步骤 如果你不是美国人 还想着成为美国公民 拿美国身份 在经济上是很不理性的 因为这将使你面临美国政府掠夺性的税收 包括离境税 那些能够根据其他统治体系面临崩溃的历史 选择最后的庇护所 并尽早退出迁移过去的人 会笑到最后 民族主义者对国家危机的反应 凶险难测 你永远不能低估暴政会带来的伤害 也永远不能把钱留在任何声称 有权征收你和你子孙的管辖区内 无论你目前的居住地或国籍是什么 为了优化你的财务管理 你应该主要居住在你第一护照国以外的国家 同时将大部分资产保存在第三国 最好是避税天堂 你应该广泛旅行 在有吸引力的地方选择替代性居住地 当紧急情况发生时 你要有权利自由进出那里 暴力事件将更加随机和本地化 有组织犯罪的规模会扩大 因此与二十世纪相比 居住在安全的物理空间内更加重要 安全防护会更加依赖于科技 而不是司法 在中央权威削弱的时代 将不法分子用墙隔开 是传统但有效地减少暴力犯罪的方式 如果你很富有 你应该考虑雇佣私人保镖 以免受到犯罪分子 收保护费者以及政府的骚扰或伤害 传统警察的职能 将越来越多地 由于商人和社区挂多的私人保镖来担任 机会和安全将发生转移 在工业时代富得流油的经济体 生活水准可能会严重下降 社会充满动荡 政府无力保持繁荣 公民权利和福利也得不到保障 48个最不发达的国家 人口大约5.5亿 人均年收入不足500美元 1997年之前 在信息时代 他们的命运将大相征平 大多数国家将变得更加边缘化和绝望 沦为那些大胆的投资者的犯罪场所 但是 那些能够克服结构性问题 维护公共卫生和秩序的国家 则会从快速的收入增长中获益 要享受高水平的生活 以及经济发展的机遇 首选难求一些在改革中的国家 如新西兰 智利和阿根廷 这些国家风景优美 基础设施良好 而且不太可能成为拥有核武器的恐怖分子的攻击目标 下个世纪 21世纪 增长最快的 最重要的新经济将不是中国 而是网络经济 你应该把你的企业或职业放在网上 充分利用它的优势 加密技术将是网络商务和个人自治的重要内容 你应该立即学习并使用强加密技术 就像教会在中世纪末期试图禁止印刷一样 美国和其他有控制力的政府 会设法禁止加密技术 但是就像500年前一样 他们这么做 只会将这项经济的科技推向 既有权威最薄弱的领域 为破坏国家控制发挥最具颠覆性的作用 在可能的情况下 所有的企业都应该在避税管辖区进行离岸注册 这一点对于网站和网址尤其重要 因为在岸的高税率的管辖区几乎没有任何好处 信息时代的公司将越来越多地成为虚拟公司 靠契约关系约束 没有现实的实体 可能也没有物质资产 虚拟公司以离岸信托为注册地 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税付 各国国内的收入将更加不平等 但各国之间的收入会更加平等 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传统上收入分配就非常不平等的国家 相比在工业时代 对收入平等形成了强烈预期的国家 将会更加稳定 在确定报酬方面 相对表现将比绝对产出更重要 经纪人会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职业 因为他们可以帮助找到一个更高报酬的职位 不仅对高薪的表演者 如足球明星或歌剧演员 对技能评评的人也是如此 工作将越来越多地成为项目或基建工作 而不再是组织内部的一个职位 很多从事规范性职业的人员 将被装有交互式信息检索系统的数字机器人所取代 对资源的控制权 将会从官方转移到那些智慧和能力超群的人 如马斯克手上 因为在产品中注入知识 将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正如盖波伊斯教授 在他的历史著作一千年的转变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Year 1000 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一个日益艰难的时期 社会中间的弱者 往往会围绕着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而两极分化 在第二个千年后的变革中 这颗新星将是主权个人 随着民族国家制度的瓦解 以前在体制内找工作的风险偏好者 可能会倒向另一种选择 就是服侍有钱人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在工业主义后期 一直是世界产品的主要消费国 可以预期 他们的人均消费将会放缓或下降 债务型通货紧缩 将会伴随人类进入新的千年 传统政治的死亡 意味着央行对货币的监管和操控的结束 网络货币将成为信息时代的新货币 取代工业时代的纸币 这不仅意味着印钞机命运的改变 也意味着通货膨胀 作为民族国家掠夺资源的有效手段 就此终结 19世纪的经验证明 即使在通货紧缩提高货币价值的同时 长期的增长也能够很快达成 只需要调整商业和投资的战略 去适应通缩的陌生现实 也就是说 应该避免负债 并迫切地追求节约和降低成本 以灵活的条款去制定长期的合同和酬劳方案 主要民族国家的征税能力 将下降50%至70% 而想以有序的方式减少开支 将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 可以预见的结果是 困扰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赤字将继续存在 同时伴随着很高的实际利率 那些不具有创造产品或服务的传统的国家 不太可能会引进代替就业的技术创新 认知能力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回报 清晰的思维将变得无比重要 因为思想会成为财富的一种形式 思考现行体制的终结是一种禁忌 如果你想把握住这场信息时代的伟大变革 就必须超越传统思维和传统的信息源 在发达经济体中 超级富人的收入增长比其他人快得多 所以满足富人需求的服务和产品 会是一个很有增长潜力的市场 犯罪越来越高发 特别是挪用工款和不易察觉的盗窃 所以相比于工业时代 尤其是它的衰落时期 人们将更加重视同伴的道德和信誉 富罗二实现财务独立的资源推荐 赚取巨额财富需要无比的勇气与谨慎 保有财富则需要十倍于此的智慧 爱莫生生活的准则 战略投资及其他信息服务 来自詹姆斯、戴尔、戴维森和里斯 莫格勋爵如果你喜欢本书 你可能也会喜欢阅读战略投资 这是由詹姆斯、戴尔、戴维森和里斯 莫格勋爵提供的私人财务顾问服务 战略投资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信息经济 崛起的持续洞察力 以及如何从地缘政治发展中获益的建议 一次又一次 战略投资在头条新闻发生之前 就已经预测到了世界的动态 在1984年的第一期杂志中 战略投资精准推出了一个 显为人知的苏联政治局成员 戈尔巴乔夫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 战略投资对他进行了采访 并预测他和他的妻子将成为国际名人 他从全球各地撤回苏联军队 并寻求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 而不是对抗 在1989年2月 战略投资分析指出柏林墙即将倒塌 比推突机实际推倒强体的时间 早了10个月 在银行危机 S与L破产和房地产销条成为新闻的几年之前 战略投资就已经告诉了读者该如何应对 在战略投资的其他精准预测中 还包括1987年的股市暴跌 1986年的油价暴跌 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1990年日本股市崩盘 1991年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溃败 以及苏联的解体 试定战略投资6个月 在美国只需60美元 在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为75美元 请将您的订单寄给战略投资公司 108N Alfred Street Suite 200 Alexandria VA22314 电话703 836-87250 詹姆斯 戴尔 戴维森还未经认可的投资者 提供一个投资俱乐部 战略机会得会员资格 美国境内一年的试用费为995美元 其他地区为1025美元 另外 请登陆战略投资网站浏览 http冒号-3w.strategyinvestment.com 詹姆斯 戴尔 戴维森和里斯 莫格勋爵 为个人和公司提供私人咨询服务 欲了解更多详情 请联系戴维森和里斯 莫格 地址是108N Alfred Street Alexandria Virginia Suite 222314 电话703 548 836 8250 或888 281 8250 或者通过电子邮件与他们联系 http冒号-3w.sourinandvideo.com 在海外部署你的财富 如果你的投资金额超过10万美元 请联系Lions Overseas Management 海外管理公司 总部设在百募大 并在多个里岸管辖区设有办事处 Lions Overseas Management 提供全方位的经济和投资银行服务 相关信息请联系Lion的总部 地址是73front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 电话4412955808 或者访问Lion的网站 http冒号-3w.ocyanus.com 以岸信托和公司服务 作为百募大最古老的独立信托公司 圣侨之信托公司 ST George's Trust Company 从创立一史 就为高端客户提供最高质量的私人服务 通过设在英国 美国 加拿大 香港和其他主要里岸管辖区内的 法律和会计顾问网络 圣侨之公司提供创新 定制和跨国的服务 无论你的目标是财富积累 遗产规划 资产保护 规避政治障碍或证据风险 避免外汇管制或强制继承 确保公司投票控制权 或为商业机投融资 圣侨之信托公司都可以为你量身定制 打造一个信托或公司架构 以满足你的个人要求 拥有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信托 投资和私人银行经验 对个人服务和细节的无比关注 圣侨之信托公司 waterstreet管理公司和其他相关公司 将为你提供百慕大和开曼群岛最好的服务 主权协会 The Sovereign Society 主权协会是最近成立的一个团体 由潜在的主权个人组成 受到本书第一版的启发 他们联合起来 帮助彼此以实现独立 该团体创作和传播 有关替换护照的信息 并报告政府 为限制主权服务的选择而实施的措施 普通会员资格是每年295美元 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系主权协会 地址是 全书完 相关书籍 失控 复杂 反脆弱 大链接 骑士团900年 医院骑士团全史 私人生活史 历史的教训 银元时代生活史 抗战时代生活史 将这财阀与国民政府 强制 资本和欧洲国家 战争与国家形成 欧洲中世纪史 如何不靠运气 获得财务自由